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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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安院志也提到观音镜在观音山腰通临村大埔头等柱 证明其路线和今天的林錦公路相约 而源于观音山的河流也称作观音河 即是今天的林川河 那么观音山一名是怎么来的呢 其中一个说法和它的山形有关 按它的山势和直辟分布 前人觉得形态好像观音座连 隔离山的斜坡奏叠像莲花 加上周边有几座小山幽 故约十八罗汉拜观音 不过观音山一名的来源 有另一个较有依据的说法 和本地名门望族邓氏有关 香港的邓氏在北宋连间 已经迁入来我们香港 因为当时在北方有外族入侵 战乱比较多 江西邓氏有一位邓汉忽的祖先 就进来我们广东 经过四世之后 他的孙邓芙就来到我们香港 当时叫岑田的地方 就认为这里山水、气候 各种的发展条件都相当好 于是决心就入千里 港田的地方发展 经过几代的发展 港田这个地方不够毁用 后来的子孙就一房一房分了出去 于是就形成了我们在香港 很熟悉的港田五大房 很大的邓氏家族的网络 宁云正室其实和港田的邓氏有关 在明朝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个叫南浴案 这个南浴案是一个谋反的大罪 牵连甚港 而錦田邓氏其中一位叫邓雄志的祖先 和南浴有远房亲戚的关系 就受到牵连被判冲军 当时雄志的哥哥 红仪宫就代帝充军了 刑满之后 他们就流落了在中原江南一带 在当地就结析了一个沿岸 沿岸就把他的女儿王氏 就许配了给他 就生了一个儿子叫邓娟 不过几年之后 邓红仪就在当地就过世 根据古人的风俗 他们始终是喜欢落地归根 后来这位王氏就带同儿子 和丈夫的围骨 就送回来錦田 不幸的是 无奈这位邓娟 是饮食的关系不习惯 过了身 邓氏家族就觉得 王氏是对自己的父亲 龟藏乡下是有功劳 而且是和他一起落难 是很感激他 于是邓氏的子孙 为了安慰这位后母 于是就在錦田 今日观音山中间 这个地方 就建立了一间静室 主要就是供奉 邓红仪的神主牌 以及被王氏作为 晚年静养的地方 相传当年也设立了观音 被这位王氏在这里 证经静养 慢慢就形成了后来的 灵魂静室 或者叫做灵魂寺 亦都因为这样 这个可能是观音山的名称由来 本源亦于观音山山顶 树立了渔南观音像 以示敬意 每逢观音弹 仍有人会上山拜奉 除了山底的灵魂寺 身安愿寺 提到山顶也有观音庙 不排除和山上 另一个宗教古迹 古祭坛有关 在2017年 香港中文大学 人类学系的考古学家 协作本源隔别观音山山顶 石圈的历史和用途 经研究之后 其中一个石圈围绕着 估计是热气洞的位置而堆砌 建造形式颇不尋常 推断已经有大约一千年历史 而观音山上的热气洞 源于山中的暖气 透过山岩列缝释出 冬天潮湿的时候 暖气的存在尤其显著 化成缕缕烟霧 为安宁静静的山顶 加点神秘气氛 即使看不清烟霧 如果站在周边 亦都会感受到微暖的空气 除了以上的人民景致 亦可以远观大墓山山坡上的梯田为止 大墓山高957米 是全港最高的山 梯田估计是前人种茶用的 关于本地种茶的历史 我们相信在古代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人种茶 不过要去到明清的时候 才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记载 根据文献的记录 种茶主要在新界或者海岛 没有一些比较高的地方里面 例如大墓山 凤凰山这些地区里面 其实都有种茶的记录 新安苑治卷山 亦有提到 茶铲 一中者甚火 其出于杯渡山绝碧上者 有类蒙山茶 烹之作幽冷 没理气 玄山世高 得无路以滋润之 故味亦金方 但不易得已 若凤凰山之凤凰茶 淡干山之淡干茶 消食退热 以及竹仔林之清明茶 亦一中之最住者也 可见当时香港所出产的茶叶 灌绝全怨 星价不凡 甚至直到1898年的 洛克报告书 亦有指出 大墓山蜜不波 1500英尺高柱 还有茶和菠萝 根据文献的记载 大墓山顶 是有茶园的 今天的山是比较多墓 但我们隐约都能够见到 大墓山分支上面 上面有一些一排一排的 梯田形式的一个位置 其实它所占的范围 都连了几个山脈 可想而知 当时那个茶园的范围 是相当大的 这里出产的茶园 因为它在高山主要是受霧水 和湿气去滋养 所以一般人也叫它做云霧茶 由于这些茶 是种在山上 所以也有人叫它做山茶 根据新安院志的记载 在大墓山里出产的茶 味道是偏向苦 在饮用的感觉上 不是用来品尝 相信是以保健养生为主 所以主要都是 香港附近一带 有这个水土的人士 才会买来饮用的 外销的话 相对就少数了 再加上在19世纪之后 因为香港的开放 中国的货品 和海外的货品 会在香港这个地方 自由进出 也都改变了本地的市场 所以在香港里面的 一个种茶的茶叶 也都相对萎缩了 大概去到五六十年代的时候 其实仍然有很多人在这里种茶 只不过主要都是本地的人 作为一种养生的用途 所以产量也都不高 以商品来计 其实本地的茶叶 基本就已经停歇了 虽然该柱的梯田已经荒废 但原来另切有小茶园 以永续农业的形式 栽种两千多棵茶树 并以人手炒茶 保留这种传统的技艺 这个茶园 每年生产大约二三十公斤的绿茶 游客可以在本园 或者陆匯学院选购 除了梯田为止 在观音山上面 也可以看到一排排的长形物件 树立在大墓山山坡上 其实 那些是本园植树区的 树木保护装置 大墓山 曾经被茂盛的树林覆盖 但因为各种人类的活动 而被破坏 例如战争 和开狠农地等 为了恢复茂密的原生森林 原来设立了森林 恢复实验样地 本园的本土树木苗圃 会采集不同种类的原生种子 和培育树苗 当中会记录它们的出生地等 详细资料 山坡被划成不同的区域 每个区域的树苗 移植的方式亦不同 例如各式的树木保护装置 或泥土覆盖物等等 其后我们会定期量度树苗的生长情况 长远来说 我们希望从中研究出一套行之有效 能够用于全球各地的森林恢复方法 透过植物保育团队多年的努力 员工植树日 和公众植树活动 洋地已经种植6万多棵不同种类的本土植物 并逐渐吸引各种野生动物进驻植树区 可见它的生态价值正在提升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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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